那你怎麼樣告訴你媽媽 因為我媽媽已經死了 然後我說唯一的方法就是 謝謝媽媽 這段時間是沒說嗎 沒有說 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非常感動 非常感情 有點不容易 導演有知道這件事嗎 我覺得如果這麼堅決 就真的是赤字冰沸 說什麼 講話 我 他哭是很正常啊 他在台下面已經哭了 我一直在愛慰他 可是他講話比較晚 我說我跟你一樣 今天晚上我也沒有 然後我令他失望 所以我就帶他上台 還不知道說他未來他就是 巴基斯坦的教練團 為什麼我們是巴基斯坦的王朝聖略 教練團比較好 這是萬有錢啊 黃秋生沒錢啊 很麻煩 我等了這個金馬的男主角 好多年 我最想告訴我媽媽 我終於得到 可是 我媽媽已經不在了 我叫我媽媽 然後就有一個記者說 那你怎麼樣告訴你媽媽 因為我媽媽已經死了 然後我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媽媽是啥 然後我在桌上面 我借助 在美國打電話 突然之間我想 你看我媽媽 讓我媽媽知道 因為我舅舅失蹤好久 然後我現在還沒有整理我的心情 其實一直過來 我都是在做夢的狀態 一直在飄 真的不敢相信 有點像過來的時候 林青霞跟我講話的那種感覺 那就可以了 穩定了 一下子 再… 在這裡